她相识之后追随她到很多地方 最后两人在大理又发生了一夜情 回到北京后还约会过几次 该文章发出后立刻成为网络爆款 而女方的微博账号小二姐Claire随之曝光 她最新一条微博中回复炒作质疑 我允许各种质疑的声音出现 因为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 让你们看到是希望你们通过我的故事 找到你们自己做最真实的你 不隐藏不虚伪 真诚的对待自我 未来的人生很长 做最真实的自己才会更加快乐 今日埋怨108颗佛珠的结束 我已经放下一切了 难道你们没有放下吗 随后记者获得女方朋友圈截图 该名女网友称 我们已经一个月没联系了 我不想破坏她的家庭 可是我还是想